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夏 今天的话呢是市场带你们帮忙找一下大面 种水颜色包括它的一个形状呢都要达标 预算嘛先带你们逛一下这边的一个翡翠市场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翡翠批发市场集散第四位这一边的 出来的刚刚好很多档组呢已经是开始摆好档了 尺寸的话呢是比较大的 它下面的话呢只是做了一个迎拖 主要还是看大面的一个品质 这种你要打多少呢 这一款三万多 甜绿的一个色着 这一颗达到高冰的一个种水 你看一下它的一个双眼皮 观感相当好 这种要打多少 这个六万五 设计两用款的话呢都可以 颜色的话呢是达到一个龙阳绿了 你看一下像这一种它是天然的棉料 并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微料 但是说到形状的话呢 像这一种我就不太推荐了 就好像小毛片一样 而且这边的话呢也会有一点点的一个小微 可以放点 这几颗紫色的小大面呢 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颜色特别浓 主要的话呢肿水还过得去 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形状了 这两套新型 这两套新型的话是属于一个无视牌的 还是蛮厚装的 做吊坠做耳坠都可以 哇这一些的话已经是香腔好的成品 你看一下珠子 珠子是高冰的一个种水 漂亮哦 这些是耳拍款是吧 这一对要打多少 这一对种水那么好 这一些的话呢是带有纸底 会弱一点 但是这一对的话呢 你看一下它的一个杠杆 非常的好 那一对四万八 价格说错了 他说这一种要九万多的 我以为四万多 四万多我自己直接就收了 一套的是吧 哦 戒指四万八 耳坠是九万多 然后像耳坠 另外一颗的话呢 有一点小泪一点 种水很好 这个绿的要打多少 很干净 颜色非常好 尺寸也有一些会比较小一点的 那么像这一些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来做一些顶珠啊 或者是给它做一些搭配 你看一下 种水的话呢还可以 尺寸的话也不算太小 但是这一种的话呢 就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绿了 这一种要达到七瓦 这一颗的话呢 还有一点点的一个小泪泪 老板娘你这个拦截要打多少 这个你说要多少的 十二的 这一款的话无视牌的 颜色非常正的一个洋绿 你看一下没有任何的一个杂质矿点 还是比较厚装的 价位在这里当然得有品质 我现在的话呢 是给它找到这一款的 形体相当的好 你看一下就它的一个厚度 饱满度 就比较厚装圆润的一个料子 形状的话呢是微微偏淡型的 可能说到一个色泽的一个均匀度呢 会差那么一点点 就是旁边这里会有一点点的一个小肉白 但是种水非常好 上面的一个绿色的话呢 它也是属于比较深的 镶嵌起来呢也是会好看很多 就边边的话可以做一个遮掩 现在的话呢是要到一万六的一个价格 这一框 这一框